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口吐若兰 他穿着一件宽松的T恤 弯腰之间衣服里头的风光被我看了个真气 自然也逃不过我那几个死党的眼睛 以您的风光 看着他们血脉崩荡 住的 我有反应了 一个少年偏着身 看着身边一个身材干瘦的少年说道 天娃 你别生张了 你不知道素素喜欢小远啊 你再看 小心小远收拾你 少年撇了撇嘴 一头扎进水里 我轻咳了一声 素素发现自己走光了 赶紧用手捂着胸口 娇虚地说道 小远 村子里来了好几辆车 那些车子镇子上都没几辆 我挑了挑眉 惊讶了一声 决定去瞅瞅 转身豪了一嗓子 助的他们扑腾扑地游了过来 上了岸飞快穿上衣服过来 素素在前面领路 我们到了村口 看到停在村口的车子 助的他们立刻向我打听 村子里就说我见多识广 我在外面跟着师傅走南闯北 也长了不少见识 助的他们经常也叫我讲给他们听 我都讲烦了 但他们始终是听不腻 我告诉助的他们 这里的车最便宜的都得二十几万 他们个个张大了嘴巴 发出一声声的惊叹 没一会儿 刘素素的爷爷 刘家村的村长赶了过来 素素爷爷爷已经六十多岁了 但是看上去身体特别硬朗 还经常下地干活 素素爷爷爷和来的这群人谈上了话 我们这才知道 他们来刘家村的目的是什么 原来他们都是平州市考古队的 前不久两个考古队的队员 在刘家村的后面山上 发现了一座古墓 回去上报了 平州市文物管理局的领导开会商量 为了不让文物埋没 能让世人看到文物的风采 就组织了这一支考古队 还特意邀请了全国著名的三个考古学家 田娃脸色一变 小元 他们要去的鬼岸山 可是十里八村传开的怪地方 据说上去的人就没有能活着回来的 我听说那座山上有鬼 就是 柱子也附和道 我听隔壁有几个青年 探不信邪 就偷摸着上山了 只有一个活着回来的 人都疯了 我听了田娃跟柱子的话 不屑地撇了撇嘴 有那么恐怖吗 柱子和田娃接盲点头 逼声道 小元 你一直在外道 不知道鬼岸山的恐怖 千万别犯傻样 我没有说话 安静地看着其他人 我发现考古队的队长 叫村长找两三个熟悉人带路 所有人的脸上都爬上了惊恐之色 苏苏爷爷好心地对考古队员的领队 说了那山的怪事 却被领队扣成一个宣传风险迷信 阻碍考古工作的罪名 苏苏爷爷活了这么大岁数 经历过太多事了 但是听到可能会被抓起来判刑 脸都吓白了 差点没昏过去 爷爷 我来 就在那时 一道空灵的声音 从后面的车子里传了出来 我们立刻看了过去 一个和苏苏差不多年纪的女孩下了车 长得很漂亮 穿着一身漂亮的长裙子 整个人充满了阳光 柱子他们都看呆了 哈喇子留意地 苏苏看着女孩穿这么漂亮 眼睛里充满了羡慕 女孩走上来 挽着左边的老教授的胳膊 老教授轻轻地喝着他一去 眼神却充满溺爱 女孩嬉嬉一笑 上前两步伸出一根手指的说 谁要是带我们上山 不费话 一千块 有钱能使鬼推磨 女孩的话顿时让村民们热议起来 一千块钱对他们来说 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要是有一千块钱 能吃好几顿肉呢 顿时不少村民跃跃欲试 考古队中不少人瞧见这一幕 眼神中充满了鄙视 甜麻和柱子都心动了 不停地怂恿我 说有了钱就能给素素买好看的衣服了 素素双手脱着下巴 一脸希望的也看着我 我知道不是谁都能去的 就算全村人都愿意带路 人家还得挑选呢 果然跟我想的差不多 年纪超过四十的不要 手脚不灵便的不要 不会说普通话的不要 这三个条件一出误90%的村民 都失望的摇头 先不说这前两个条件 就是最后一个 他们就没法满足 一辈子都是生活在留家村 张口就是满满的土方言 这些城里人呢 怎么还听不太懂 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人 也就十来个 其中两个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 刚回了不久 剩下的就是我 还有住的他们了 我们都是学生 普通话还行 而且刚高考完 考上大学需要学费 就算出门打工也需要路费 我不得不佩服 那个女孩的聪慧 将穷人的想法分析得很透彻 女孩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柱子他们有些激动的搓着手 柱子正想答应 他妈突然出现在背后 把他耳朵给揪住 柱子惨叫着被他妈给揪走了 田娃的家境很差 他还有个弟弟 一个妹妹都在镇上读书中 都需要钱 他爸腿脚不方便 他妈只能做些农活 种些粮食卖钱 田娃答应下来 漂亮女孩问我愿不愿意 我很犹豫 家里就我和我妈两个人 虽然说负担比田娃家小 但是日子过得也不容易 可是听了田娃他们的话 知道这鬼岸山很危险 要是我出了事 谁给我妈养老送终呢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 我妈挤了进来看着我说 小元 跟着去吧 你在外面的六七年 也学到一些本事 可以保护一下他们 妈 我喊了一声 我妈说道 你是刘家人 是要做大事的 我点了点头 看着漂亮女孩开出的条件 再加一千块钱 漂亮女孩美丽的眼眸 带着不满的目光投了回来 咬了咬银牙 点头答应了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 我悄悄地松了口气 说 什么时候上山呢 考古队领队摆一张扑克脸 说道 现在我们去车上拿上装备 就立刻上山 有问题吗 我眯着眼睛笑道 没问题 考古队人反身拿装备的时候 田蛙搂着我肩膀 说道 小元 还是你厉害呀 一下子就多挣了一千块钱 我嘴里也笑道 告诉田蛙 带他们上山的 每个人都是两千块 给田蛙激动的浑身青颤 抓住的胳膊说 啊 元哥 你说的是真的吗 哎呀 两千块钱 够小弟他们一年的学费了 我笑了笑 跟田蛙说了一声 回家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布袋 把里面的家伙事 都装进背包 背上 在院子里碰到了我妈 她看着我问道 小元 哪你爷爷留下的 箱子里的东西了吗 我摇了头 师父告诉过我 叫我二十岁 再打开爷爷爷留的箱子 文言 我妈满意点点头 然后我问我妈 为什么同意 我带着靠鬼的人上山 我妈没说几句 就是告诉我 这是我的宿命 注定的 我也没多想 我告诉我妈别担心 就出了院子 到了村口 随后我田蛙 带着考古队二十几号人 浩浩荡荡地 往鬼岸山走去 我跟田蛙 走在最前面带路 爬到了半山腰 考古队的人中 有人比我们更熟悉路 也对 曾经有两个考古队的人来过 带回去了消息 自然也描述了环境 考古队的人 之所以找人带路 是因为他们不清楚 从刘家村上山的路 想到这儿 我内心流得高兴起来 这两千块钱也太好赚了 走得差不多一刻钟 我们进了一处密林 林声茂密 阳光都很难照射进来 时不时的还一阵阵凉风吹过 显得有些阴森 也没人说话了 只有脚踩落地的声音 发出沙沙的声响 叫人不禁后背发凉 田蛙耸了耸身子 低着头不停地嘀咕 我一直注意周围的环境 也没仔细听他嘀咕什么呢 又走了差不多十分钟 考古队的领队 招呼了众人休息一下 喝点水补充一下水分 我跟田蛙坐在地上 保持安静 也没有交谈 这个时候考古队的领队 看看我问道 之前让你们带路 上这鬼安山 我注意到所有人脸色 都起了变化 似乎很恐惧这座山呢 我向着回答 農村人思想封建 一点怪事 就会想到什么鬼啊神啊的 你不用在意 领队满意点点头说道 果然还是读书人好说话呀 我笑而不语 领队滋滋不倦 一直讲了很多 我也知道他的姓名和职业 他叫周兴明 周安大学历史系教师 应这平州市文物管理军的邀请 做了这一次考古队的领队 按照资历说 他是比不上那三个老教授 但是三个老教授年纪大了 难有心思管理考古队 往下轮资历 就属周兴明了 所以考古队领队 就轮到他了 休息够了 我们又往前走 林子更深了 光线暗淡 有几个考古队员 更是拿出了手电筒照明 都一点像吗 大白天的打什么手电筒啊 周老师 能不能等一下 我肚子不舒服 想去方便一下 一个女学生捂着肚子跑了过来 跟周兴明说道 周兴明很理解 让队里另外一个女学生 陪着肚子不舒服的女学生 找一个隐蔽地方方便 两个女学生 刚爬上后山的山坡 没一会儿 突然 一段激情高昂的戏剧 在静静的林子里响起 我们都吓了一条 所有人偏着脑袋 左看右看 戏剧声越发来劲 忽高忽低 阴阳怪轻 哎呀 这是川剧中的高枪啊 谁也有兵马 在林子里唱什么川剧啊 有人骂了起来 田娃瞪着大眼 环顾四周 一会儿 她缩了缩脖子 小声问我 第二个 咱们 是不是闯进了鬼岸山 凶物的领地了 我没有回答田娃的话 而是脸色凝重的 环须四周 荒山野岭的 忽然响起了戏剧声 这或多或少的 会让人害怕 戏剧声还在继续 没有那么激情高昂 反而是戚戚哀哀 听到人后背发麻 考古队的人 都睁大了眼睛 警惕地 观察着四周动静 有人胆怯 催促赶紧往前走 但是却方便的两个女学生 还没回来 这要是走了 他们找不到人 在这荒郊野岭的 指不定下成什么样 林间的风越刮越凶 卷起了落叶尘土 在半空中旋转 好多人哪 戏剧声悠扬不断 众人却没有心情欣赏 突兀的一道冷冷的笑声 在他们耳边响起 在这七月三福天 却让人感觉 掉进了冰窟窿 刺骨的寒冷 田蛙握着柴刀 沉声说 小月 三门八城 是闯进鬼岸山凶屋的窝了 我还没开口呢 旁边的周星明 片头问 哦 鬼岸山有凶屋 田蛙凝重的点头 嗯 鬼岸山附近村子的人都知道 进了鬼岸山的人 很少就能活着出去的 我打断了田蛙的话 让周星明叫两个人跟着我 去找一下方便的女同学 周星明是想打电话的 但是掏出手机一看 一点信号都没有 认真地考虑一下我说的话 叫了两个壮硕的青年和我一起去 我虽然没有来过鬼岸山 但是毕竟是农村人 走山路比城市人历寸的很多 没过一会儿 我带着两个考古队员爬上了山坡 四处找了找 看到一坨排泄物 喝几张卫生纸却没有发现 两个女学生的身影 身边两人对视了一眼 嘀嘀咕咕地说了几句 不是说什么 我看了看地上的脚印 带着他们走上山坡 没多一会儿 不远处一棵树上挂着的鲜红衣服 勾住了我们的目光 我加快脚步走过去 仔细一看 这件鲜红的衣服就像是一件戏服 树下还有几件头饰 跟着我过来那两个考古队员 脸色刷的一变 颤生到 哎呀 他们不会遇害了吧 我感觉奇怪 正想一探究竟 田妈的声音喊了过来 两个女学生回去了 我也只能摁下心头的冲动 带着两名考古队员往回走 到了以后 田妈告诉我 两个女学生方便之后 却不知怎么就走了 在山坡上转了好一会儿 才找了下来 我不太相信 山坡和我们歇息的山路 最多是四五十米远 就算是林子茂密 但也能看到人影啊 看不到 喊两声也能听懂 我也有一种 说不出的感受很怪异 不禁回头望了 回来那两个女生一眼 总感觉这事情没这么简单 周星明正在说笑 我便走了过去 顿时间一阵血腥味 钻入我的鼻子 我的心头咯噔一声 冷汗之冒 难道两个女学生真的出事 忽然之间 两个女学生朝我看来 我立刻有一种 被野兽钉上的冷意 周星明和我说没什么事了 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我巴不得赶紧远离这两个女学生 心头发慌的走到前面去了 田娃看见我脸色不太好 问了我两句 我自然不能告诉她实话 随口找个借口 把她给糊弄过去 这片林子也不知道多久没人来过了 落叶堆了厚厚的一层 我伸一脚浅一脚带路 生怕一个不小心掉坑里去 田娃说了 鬼岸山没出鬼怪的事情之前 每天都有不少人在山上打猎 我一想肯定有捕猎者挖的坑 落叶那么厚 看不真切 因此格外的小心 我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前面的路的时候 突然一只冰冷的大手 从身后抓住了我的胳膊 给我吓得差点没叫出声来 手中的柴刀下意识地抡了过去 小伙子 住手 是我 我仔细一看 是周星明老师 赶紧收回了柴刀 当即美好接着说 周老师 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呢 周星明半开玩笑地说 我叫了你两声都没反应 就过来 没想到你居然拿柴刀砍我 我环过一下四周 小声问 周老师 什么事 你 是不是带错路了 我感到很无语 周老师 我压根就没上过鬼岸山 你们要去那地方 我也不清楚啊 周星明想了想对我说 嗯 上次来这里的两个工作人员说 他们用匕首 在树干上做了标记 我点了点头 行 我会多注意的 我和田妈带着考古队 在鬼岸山四处乱转 寻找做上标记的树干 大家伙都累了 说我要休息一下 就在我们刚坐在地上的时候 一个极为刺耳的声音 传进了我们的耳中 还是戏剧的声 听到这般飘着的声音 我坐在地上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冷汗之帽 先说大白天的到底是 谁在鬼岸山唱新呀 考古队的所有人 都战战兢兢兢地坐在地上 一动也不敢动 周星明胆子大些 上来询问情况 我告诉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说让我跟田娃去瞅瞅 起初我俩都不愿意 周星明说 给我俩一人五百块钱 只要是不去的话 我就是傻瓜 五百块钱 就能买不少好东西呢 我跟田娃合计了一下 沿着这声音飘开的方向去找 我跟田娃爬上山坡 往山沟沟里看去 看清楚之后 我当时就感觉头皮发麻 差点从山坡滚了下去 田娃身子止不住地颤抖 双眼爬上了深深的恐惧 只见山沟沟里 一个大男人穿着一身大红戏袍 头戴着发饰 掐着兰花纸 一边走台步 嘴里发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正唱着川剧 如果我和田娃不认识这个人 兴许不会那么害怕 这穿着大红戏袍唱戏的男人 是邻村的叫吴二贵 去年在镇子里喝醉了酒回家 跌下山坡摔死了 我跟田娃都吓坏了 心里说不出的恐惧 那一刻仿佛浑身的血都停止流动 身子被冻住了一般 惊悚 无法言喻的惊悚 田娃跟个机器人似的 扭过头望着我 我看到他这个样子吓了一跳 月儿个 咱们跑吧 我愣愣愣 没有说吧 田娃余光扫了眼山沟 看到那穿着大红戏袍 死去临村的男人 走着诡异的步子 缓缓地朝我们走来 挺得直直的 走在斜坡上也是一样 田娃彻底吓傻了 我也不管那么多了 伸手抓着田娃胳膊 连滚带爬的往山坡跑去 我俩根本不敢停下 也不敢回头看 疯了似的 一个字的往回跑 我俩跑回考虎堆 周星明看到我俩这一脸惊恐 正想开口问呢 田娃嘴里却发出一声大叫 快跑 有鬼啊 周星明朝我们身后看去 鬼影都没看到一个 不禁喝止道 嘿 你们俩怎么能吓唬人呢 田娃直接抱疏口 吓你妈的个差啊 老子和远哥 看到了邻村一个死了一年多的人 穿着戏袍 在山沟沟里唱戏啊 听到这话 我也挺佩服田娃的 都吓成这样了 说话还挺快还挺清楚 远哥 咱们不要钱了 赶紧下山去吧 田娃 咱们跑了摊怎么办呢 田娃都哭出声了 远哥 我求你了 咱们走吧 咱们真的是撞鬼了 考古队的人听了田娃的话 对他一阵鄙视 就在这个时候 声音从背后传来了 我跟田娃回头一看呢 见到死去那个吴尔贵 直挺挺的走了过来 田娃妈呀一声 撒腿去跑 我一把把他抓住了 田娃带着哭枪说 远哥 放手 放手啊 我不想死 我死了 爹妈咋办 爹爹妹妹咋办呢 我传他一脚 你他们一个人跑 他肯定选择追你啊 咱们聚在一块 人多力量大 他能好对付一点 田娃惊恐的 忘了吴尔贵一眼 问道 远哥 你说怎么办呢 吴尔贵一步一步地走了上来 惨白的眼睛 忽然萦绕上了一层红色 紧接着就看到 星红的鲜血 从那眼眶流出 一直流到下巴 滴在地上 梦牙 鬼牙 考古队的一个人 发出凄厉的叫声 声音比田娃可响多了 周星明一脸的恐惧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瞪着惊恐的双眼 望着慢慢走过来的吴尔贵 我跟田娃拉着周星明 往后退 周星明忽然摔倒在地 然后我就看到了 一脸猙獰的吴尔贵扑了上来 我心头咯噔一下 猛地往前一冲 身子撞在吴尔贵的身上 吴尔贵伸出手来 紧紧固着我的脖子 我也不敢示误 挥着拳头 朝着吴尔贵的面门招呼 我就和吴尔贵抱在了一起 在林子里滚来滚去 田娃看到我被吴尔贵抓住了 一咬牙也冲了上来 膝盖顶在我的屁股上 伸手去掰吴尔贵的手指 田娃的举动 顿时让我心头一热 这种情况下 刚才他吓成那样 现在不顾性命的上来救我 我除了意外 更多是感动 田娃使出吃奶的劲 掰断了吴尔贵好几根手指 吴尔贵松开了手 我翻身起来 一脚踹在腰上 吴尔贵滚了下去 被一棵树给拦住了 他缓缓地爬了起来 手指插进嘴里 紧紧咬住 咔嚓咔嚓 吴尔贵居然把自己手指给咬断了 他咧开嘴 鲜红的血顺着嘴角滴在地上 断食还在嘴里支着 说不出的诡异 我只感到一股寒气 从脚底直冲天灵感 心里说不出的恐怖 这一刻 我几乎把我师父教的本事 和背包里的家伙事 全给忘了 毕竟这是我第一次 单独面对鬼啊 以前都有师父在身边 而且大部分都是我师父动手 我在旁边看着 但这一次不一样了 我必须要自己想办法了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